老板,你有没有觉得一个financial ratio跌罢了? 不用紧的,小事情没事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 它是做零售的,它有20家店 大家可以看到吗? 它过去4年的成绩是这样子 它的sales是200多个million 你看一下它的gross profit 感觉上只是掉一点罢了 它的sales2017年去到2018年掉了20% 但是大家看到吗? 它的gross profit感觉上只是掉两个巴仙罢了 大家想不想知道它的sales剩下多少呢? 0.3% 它的sales掉了这么多 老板,你会不会觉得没有什么可能 它的sales掉20% gross profit才掉2% 为什么sales才剩0.3%呢? 关键点是因为它的sales掉了20% 但是它的fixed cost是没有掉 反而起少少 还有它的inventory days也增加了15天 对于这个size的公司增加15天其实是很多钱的 在2019年,它来找我们 用了6个月的时间看到效果 首先,我们让它看整个公司的真实状况 就是它的sales不够 还有它砍不下它的cost 它的fixed cost 这样那么它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增加revenue 这样老板,你会不会马上想到就是 要增加revenue,一定是打价格赞,加volume 那个老板也是一样的 本来想增加volume就是打价格赞 但是我们就马上让它看到 如果它这样子做 它的profit会更加掉 反而会变成loss situation 所以,我们就教它一招叫做profit maximization 在profit maximization 我们是会用offer innovation 让老板可以用不同的product offering 把你的公司的profit放得最大 把你的公司的volume做得最大 所以老板,你想要得到这个result吗? 马上参加我们的线上课程 因为我给你的不只是这个profit maximization 不管你是处在什么问题的阶段 都可以解决的 马上报名 See you the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